名下女孩一笑成名 年仅七岁 只因几秒钟的笑脸 就被各大网红公司争抢签约 甚至开除了百万签约费 但是父母却依然选择拒绝签约 这究竟是为何 2021年网络平台的一则视频 吸引了无数人的眼光 视频并没有什么特别炸裂的运镜技术 也没有华丽的内容装点 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记录生活的视频 但是点击量却超过了4000多万 打开评论区几乎都是一样的内容 这个小女孩是谁 她好漂亮云云 视频中一个扎着马尾便 身穿红色小棉袄的女孩 朝镜头这边看了过来 第一次没有发现镜头 她看了一眼就转过了脸 朝另一边看去 但是她很快她就意识到 刚刚镜头好像在拍摄 她下意识转过头来确认 发现真的在拍这边 她顿时不好意思 无嘴羞涩的低头一笑 也正是这一笑 让广大网友们纷纷称赞 原来古时候说的 小小年纪就有倾城之字 是真的存在的 美人胚子这个词也是真的 这段视频的拍摄者 正是女孩的支教老师 马瑞 马瑞是一名95后的老师 因为也是农村走出去的孩子 所以她大学毕业后 就来到了宁夏孤原 马建香的大平小学支教 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非常差 所以之前来这里支教过的 大部分老师 都在支教期结束后 选择了离开 回到自己的城市生活 但是马瑞选择了留下来 因为学校太缺老师了 所以为了弥补老师空缺的问题 学校只好让一个老师身兼数值 带两门或者两门以上的课程 马瑞就是数学老师兼音乐老师 平时没事的时候 他就喜欢用短视频的形式 记录下自己在这里的美好生活 那天他也只是像往常一样 想要记录下孩子们在放学时的生活 大家都在学校里面背着小书包 排着队等待父母来接自己回家 有些同学还在嬉笑着谈论好玩的事情 有些同学则站着发呆 马瑞感觉挺有意思 便拿起手机拍摄 正好这时候 班上的铁夹心站在第一排发呆 其他同学看到老师掏出手机拍了过来 都纷纷无脸或者害羞的侧头 只有铁夹心在注意到老师的镜头后 没有躲开 而是羞涩一笑 马瑞也被铁夹心的笑容萌的心都化了 当天晚上 他就将自己拍摄的视频剪掉一些后 发布在了网上 然后就去忙着备课了 他万万没想到 第二天醒来 自己的账号直接爆火 昨天发布的视频 更是有超过四千多万的播放量 私信中还有不少人询问他学校的地址 说是要给学校捐款 为这些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他立刻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校长 在征得校长同意后 将学校的地址公布了出去 大平小学也因此迎来了巨大的变化 她是我见过最牛的女孩 年仅七岁就被各大网红公司争抢签约 有的公司更是直接给出了一百万的签约费 而这一切只因为老师的一段视频 再简单不过的视频 却一晚破几千万的点击量 就在大家以为 这个小姑娘会成为下一个叮真的时候 却没想到 父母果断拒绝了网红公司的签约 她就是铁夹心 自从铁夹心在网络上 因为那羞涩一笑爆火之后 不少企业 慈善基金会 以及个人爱心人士 都关注到了大平小学 原先的大平小学 只有几栋破旧的平房教室 使用的也是传统的教学工具 像一般城市里的学校 都已经用上多媒体教室了 但大平小学还是黑板粉笔 学校的食堂提供的饭菜 也不像城市学校那么丰富 而且做饭的灶台 还是那种老式的 自己累气的土制灶台 操场也是破不就就的 而铁夹心的爆火 让大平小学的近况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原先破旧的老教学楼旁边 建起了好几栋更加宽敞明亮的新教学楼 并且在教室内还装上了空调 城市学生能享受到的多媒体教室 大平小学也装上了 有了多媒体 孩子们的课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之前破旧的操场也翻修了一遍 塗上了塑胶 还架起了篮球架 国旗杆也换上了崭新的电动旗杆 之前食堂里的土灶也不见了 全部换成了更加方便快捷的燃气灶 厨房中的其余设施也焕然一新 还有不少人捐赠了一些衣物或者书籍 大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为铁加新的这一校买单 不止如此 当地政府也开始关注大平小学 并且加大了对大平小学的宣传力度 这样一来学校条件得到改善 也能吸引更多的毕业大学生 或者是老师来此之教 解决教育难的困境 当然铁加新个人也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 有真正关心铁加新生活状况的社会好心人 也有一些网红公司 毕竟铁加新的视频 让马瑞的账号一夜之间涨粉无数 这其中自然是有巨大的商机的 很多公司都辗转找到了铁加新 并专门派人来铁加 找铁加新的父母商谈签约 他们都向铁加新的父母承诺了很多好处 可以将孩子包装成小网红 现在孩子身上有自带的流量 再加上公司的包装和运营 一定能火等等 有的甚至开出了百万签约费 希望能让铁加新加入自己的公司 但是面对诸多公司的邀请 铁加新的父母却并没有心动 思索过后果断拒绝了各大公司的签约邀请 这一举动让很多人都不理解 不少网友表示 铁夫铁母真死脑筋 这一百万能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见现外面的世界 这样的机会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一次 错过了这次 可能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等孩子长大 这一百万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挣 然而面对这些声音 铁夫铁母却并不在意 因为他们只想给孩子一个安静的成长环境 名下女孩一笑成名 年仅七岁 只因几秒钟的笑脸 就被各大网红公司争抢签约 甚至开出了百万签约费 但是父母却依然选择拒绝签约 这究竟是为何 铁加新一夜爆火后 在得到了大家关注的同时 自然也有点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 毕竟他才七岁 正是无忧无虑 只要好好学习 快乐长大就好了 但是不少网红公司专门来找他 让铁加经常人满为患 铁夫不是不知道 如果让女儿签约了公司 家里的条件一定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一百万在他们这个小山村 可以干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但是铁夫更知道 如果女儿签了公司 那么将会有大把时间 需要去完成公司给的一些拍摄任务 这也会影响到女儿的正常生活和学习 铁夫始终相信 像女儿这个年纪 就应该好好学习心无旁骛 不该被其他事物所影响 如果女儿大学毕业后愿意从事网红事业 她不会反对 但现在她不会让女儿过早接触这一行 因此铁夫不仅拒绝了 网红孵化公司的签约邀请 还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和拍摄 让女儿逐渐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之中 铁加心的老师马瑞的镜头之中 也很少再出现她的面孔 当有人想要了解铁加心的现状时 老师只是回复 加心现在的生活非常快乐也很平静 每天正常上学 放学 学习成绩依旧非常优秀 在得到加心现在生活的很好的消息时 我想我们也能放心 网友们对于铁夫给出的拒绝签约的理由 也纷纷称赞其睿智 觉得父亲是真的为女儿的身心健康而着想 相信铁加心会在父母的培养下 变成一个优秀的女孩 毕竟铁加心和其他小童星不一样 铁加心只是因为那明媚的笑容 而被大家关注 也没有什么才艺 或者其他值得被关注的地方 因此铁夫的选择才是最正确的